无量寿经科著第四回学习班 第105集 2014年12月2日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尊者师父上人慈悲 诸位善知识慈悲 阿弥陀佛 弟子之前写过一篇报告 事儿地听表达得不够充分 今天这篇作为补充 题目是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假理论 一 大师之菩萨所传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念佛元通章最后 大师之菩萨总结性的回答 佛问元通 我无选择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思为第一 印竹解释说 这是大师之菩萨 用来教化 九法界一切众生的方法 实在是三根普丕 有力无弊 都是六根 敬念相继 为得三昧之 第一妙法 如此念之 绝有敬念长存 忘念全无之一日 敬念 若能常常相继 便可浅得一心不乱 深则 得念佛三昧以 应主曾经做过一首 大师之菩萨相战 如此一母 请念佛 都是六根 耳听者 若一大事 此开事 因心各得 气果绝 这首战 把念佛最切药之妙法 合盘托出 毫无保留 二 印光大师所传 实念技术 舍尔地听 一 印光大师原话 文抄中 有五段话 这五段话 不是一起出现 但是把它们 摆在一起 连贯起来看 有内在的关联 第一 都摄六根 敬念相继 乃以比 被绝合成之生灭 转而为 被尘合绝之生灭 以其正于 不生不灭之 真如佛性也 今人 若不都摄六根 敬念相继念佛 绝无实证之希望 第二 大师之位 都摄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思维第一 立根 则不虚论 若无被之顿根 舍此实念技术之法 与都摄六根 敬念相继 大难大难 第三 光 自称 今来得以 摄心念佛方法 指实念技术法 若以成片 故不虚此 若未成片 此法实义为例 都摄六根 敬念相继 当以此为前方辩 第四 愣言经 大师之元通张云 都摄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思维第一 即是 摄地听之法 当以此而念 不致人就 妄想分飞耳 第五 当念佛时 或生 或末 均需摄耳地听 不宁一字一句 滑口念过 大师之菩萨 所谓都摄六根 敬念相继 敬念相继者 即此 随念 随听之一法也 果以此说 决定往生 若获讨巧 定成大作 自物无人 害其有吉 二 解读 解读 印光大师的话 对照 一 第一 这一段是讲 都摄六根 念佛的重要性 为什么要都摄六根 因为 末法的我们 如果不都摄六根 敬念相继念佛 绝对没有实证的希望 因主 用双重否定的语气 并且加了一个绝字 绝对 斩钉截铁 一集 必须都摄六根 敬念相继念佛 才能实证 那么 如何才能都摄六根 敬念相继 第二 印主谦虚 把它自己 与我们列在一起 像我们这样的顿根 舍弃实念技术法 而要都摄六根 敬念相继 则大难大难 用重复的语气 大难大难 有很大的难度 几乎不可能 一集 我们想要都是六根 敬念相继 敬念相继 不用实念技术法 就做不到 能够做得到的 能够下手的 只有用实念技术法 这个实念技术法 不是古人提倡的实念 而是印主 发明的实念 后面再谈 第三 实念技术法 是都摄六根 敬念相继的 前方辩 如果你已经 功夫成片 固然不需此法 如果你功夫 还未成片 那么这个方法 实在容易得力 你不妨试一试 第四 都摄六根 敬念相继 即是摄耳地听之法 自己的耳朵 认认真真 听自己念佛的声音 都是六根 入手再听 听即都是六根之法 此法无论 上中下根人 用之皆有意 而无必 凡一切人 皆以地听告之 第五 大师之菩萨 都是六根 敬念相继 即是 随念随听 以此开示 去念佛 决定往生 应主 为什么来这个世间 大师之菩萨念佛 原通章 说得很清楚 经于此界 设念佛人 归于净土 按理来说 念佛人 归于净土 是必然的 理所当然 何必还要麻烦 大师之菩萨来设呢 原因是 万修万人去 变成万修二三人去 念佛人 不能归净土的 太多太多 因此 大师之菩萨来到世间 告诉我们 念佛的方法 三 归纳 以上印主 无端开示 可以写成 一个简单的公式 兜色六根 等于 实念技术 加摄尔地听 这个公式 是印光大师 传给我们 念佛的方法 以实念技术法 为基础 再加上 摄尔地听 保证能够 兜色六根 兜色六根 敬念相继 是得念佛三昧的 第一妙法 他老人家 这样教我们 他自己 也是这样念 祖师绝对不会 教给我们 做不到的方法 在浓缩 简单来说 念佛就两个要点 一个术 一个听 人人都能做到 不识字的人 也能做到 那么问题来了 一些人 试验之后说 我也实念技术 我也摄尔地听 可我怎么不都是六根 我还是妄念纷飞 理论弄通了 下面谈谈实践 以实践 一 实念技术法 如或游勇望波 即用实念技术 则全新力量 施予一生佛号 虽欲企望 力不辖极 此色心念佛之 究竟妙法 在西 弘净土者 尚未谈极 以人根上吏 不须如此 便能归依故耳 应光 以心难制服 方时此法之妙 该屡于事屡验 非率尔亦说 愿与天下后世 顿根者 共之 领万修万人去耳 印竹的实念技术法 知名度很广 基本上 念佛的人都知道 三三四 得到受用的人很多 得不到受用的人也很多 因此 我们有必要把实念技术法的要点 再重温一遍 一 所谓实念技术者 当念佛时 从一句至十句 须念得分明 人须记得分明 至十句 又须从一句 至十句念 不可二时三时 十句 十句 为一个单位技 二 谁念谁技 不可掐诸 为凭心技 若十句 直技为难 或分为两气 则从一至五 从六至十 若有费力 当从一至三 从四至六 从七至十 做三气念 通常所说的 三三四或五五 心理技术 记得清清楚楚 三 念得清楚 记得清楚 听得清楚 忘念无处找脚 一心不乱 久当自得耳 阿弥陀佛 这四个字 字字句句 都要落实三个 清清楚楚 如果用识念技术法 受不到效果 那么就是 这三个清楚 落实不到位 要么是 数得不够清楚 要么是 听得不够清楚 当然 你不要急 下脑教导我们 磨处作真 岂是占磨之力 功夫用软磨 不要念几天 不见效 就放弃 滴水穿石 不是滴几滴 石头就穿了 功夫用至审利处 正是得利处 四 此之十念 与成招十念 奢望则同 用功大义 成招十念 尽一口气 为一念 不论佛数多少 此以一句佛为一念 彼为成招十念 则可 若二时 三时 则伤气成病 此则念一句佛 心知一句 念十句佛 心知十句 从一至十 从一至十 众日念数万 皆如是祭 就算每天 念佛十万声 也是十句 十句数 五 须知 此色心念佛之法 乃极浅极深 极小极大之 不思义法 但当养性佛言 切勿以己见不及 睡生一祸 至多结善根 由之终上 不能就尽 轻祸实意 唯可哀也 这个十念技术法 虽是印光大师发明的 但是他有依据 印主自己透露 这是借用佛所说的 五庭心罐中的 属西罐来属佛 所以他说 但当养性佛言 这个十念技术法 也等同佛说 二 舍尔地听 念佛时 常听自己念佛音声 即是 兜色六根之 下手处 类似这样 关于兜色六根的开示 在文超中 出现了太多次 这是祖师的慈悲 重要的问题 必须多次重复 不重复 引不起我们的重视 大师之菩萨讲的 兜色六根 即是 舍尔地听 原来如此 大师之菩萨没有细讲 印主 把他详详细细 讲清楚了 原本以为 都是六根 高不可攀 望尘莫及 但是印主 把切实下手的地方 给我们道破了 舍尔地听 这个人人都可以做到 就是 自念 自听 随念 随听 用自己的耳朵 认认真真 听自己念佛的声音 视之举众物者 尚需以生相助 况欲色心 以正三昧者乎 文性本具 圆通常 动静雾媚 总昭彰 若能返文文字信 说婆当处 即即光 愣言会上文殊菩萨 简选原通 说 此方真教体 清静在英文 夏老居士 直接解释为 此方真教体 大要在心听 念来自句用心听 自幻自醒 还自应 互融互舍 以心听 听久转凡 能入圣 用心听 就是用耳听 欲修念佛三昧 先修耳根 耳根一色 诸根无由外持 素可 素之一心不乱 即是以大师智 都设六根之法门 修观是因 反闻自心之功夫 念佛之人 不知色心 欲念 欲生妄想 若能色心 方可谓为 真念佛人 色心念佛 为决定不义之道 而色心之法 为反闻 最为第一 念佛之时 必须色而递听 一字一句 物令空过 久而久之 身心归一 听之一法 使念佛要法 无论何人 均有利无弊 功德甚深 欲都色六根 只常听自念之佛声 则得之意 自念至听 就能都是六根 有这么神奇吗 有人打个问号 听自己念佛的声音 其他的都听不见 不可能吧 举个大家熟悉的例子 从这个例子去体会 就明白可能 在一个很热闹的场合 朋友聚在一起 说说笑笑 这时你的手机突然响了 你接起电话 精神全部集中在 听电话 对方说什么 这个时候在你身边 吵吵闹闹的声音 你是不是听不见 因为你的听力 全神贯注在 听电话对方 同样道理 当你的听力 全神贯注 在听自己念佛的声音上时 外界的音声 是不是听不见 那么 还能听见外界的声音 说明我们 听自己念佛的声音 还听得不够专注 不够集中精神 夏老说 千万句 如一句时 何愁不见 弥陀面 听千句 万句佛号 如同听一句时 听得真真切切 那么 如何加强听力呢 三 并耳念佛法 实念技术 与试耳地听的结合 印光大师的 实念技术法 和试耳地听 实践起来 还是有点生疏 不懂得如何去听 自己的念佛声 阿弥陀佛真是慈悲 有感必有应 当年我在 净土圣贤路 看到 绿航老法师的 并耳念佛法 感觉就像 在沙漠中 找到了水 如获至宝 绿老的并耳念佛法 把印竹的 实念技术法 与试耳地听 结合起来 具体化 明确化 让我们 更容易落实 绿老是军人出身 半路出家 念佛二十多年 欲知实至 自在往生 他教我们的方法 是病耳 即是把两个耳根的听力 集中用在一个耳根上 一句是 射击瞄准的时候 闭一眼 睁一眼 以加强视力 那么听力 异附如是 射耳地听 如果你觉得两耳 同时地听 有困难 那么不妨试试 绿老的办法 用一个耳朵 专注去听 先将右耳听力 坐一 并在左耳 听一百声 再将左耳听力 并在右耳 听一百声 然后 两耳平均听一百声 注 不管百声 千声 都要十句 十句计 或者摄心计数 出三声 注入左耳 次三声 注入右耳 再四声 二耳一起听 共为十声 循环练习 日久 自成习惯 自己念佛的声音 是什么样 可以从这个动作 体会一下 你口里出声念佛 用双手 捂住耳朵 这是你所听到的声音 就是你自己的声音 声音往里听 向内听 注意力向内 不要向外听 不要听外面的 叫反文 有人问我 念佛怎样念 才能摄心 我说 用耳朵念 左耳念内的 用右耳 右耳念内的 用左耳 意思是 用耳朵听 两只耳朵 轮流听 我本人 长期是 读耳听 尤其是在 嘈杂的场合 读耳更能专注 因为我是 左撇子 习惯了用 左耳念佛 莫念 莫听 左撇的人 左边器官 比较凌厉 右撇的人 右边器官 比较凌厉 四 声莫聚听 需要说明的是 摄耳地听 并不是 念出声 才能听得见 出声 莫念 都要摄耳地听 刚开始 学舌耳地听 不习惯 不能一下子默念 先出声念 听自己念佛的声音 起初会觉得别扭 正听 反听 就是无从下手 你可以借助MP3 录理自己念佛的声音 55或334 单独念佛 拜佛 绕佛的时候 把耳机插在耳朵上 可以插一耳 也可以插两耳 用这种方法 反复听自己念佛的声音 听一段时间 比较适应了 就不用MP3 从出声 慢慢过渡到默念 最终 以金刚念 默念为主 才不致 伤气致病 我们看应主的 几段相关开示 一 礼拜不需出声 但心里念 绕念当出声 不可阴生态道 以免伤气 作念不昏尘 则默念 昏尘则朗念 二 念佛 须阴生高低适中 缓急何疑 若高升 如感觉之猛烈 使则心火上炎 或之吐血 已成不治之病 三 若朗念无碍者 已于特行念佛 以鬼使朗念 然只可听其自然 不可过为大声 过为大声 或致伤气受病 四 念佛 以小声念念 莫念念 不可一味大声着力念 否则必至受病 当静心静念 勿召集念 念佛要拼命念 但不要拼命喊 有人一进念佛堂 就大声唱喊 他觉得那样 心情很舒畅 喊完出来 喉咙又痛又伤气 人体本身 是个音箱 除非你懂点声乐 你懂得胸腔共鸣 腹腔共鸣等等 我见过唱歌的人 他用头腔共鸣 唱歌的声音 从头腔发出来 你会运用丹田气 刚出生的婴儿 他夜晚哭喊几个小时 声音都不会痒 因为他用丹田气 不是用喉咙 你怎么喊都不会累 不会痒 那可以 否则要学着小声念 金刚念 默念 这样才不会伤气 特别要提出来的 如果你是闭关静修 或是打精进佛期 整天念佛 天天念佛 譬如现在流行 十天念百万佛号 那么你更要学会 金刚念 默念 除特行念佛外 若中日常念 故以小声念 金刚念 默念 以朗声常念 必至于伤气 未正法声 必须调停德中 方可唯一无损耳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整天念佛 那么用你平时说话的声音念 已经太大声 已经太大声了 念佛 随个人气力大小 而为大声 小声 然出声念 酒伤气 故又须 静坐默念 无论大声 小声 默念 总要自己 听自己的佛声 默念中 一人有声 故意须听 能常听 心智归一 此念佛 最妙之法也 有人说 我出声才会念 默念 不会念 这个不算会念佛 请问 临终四大分离 痛苦不堪的时候 你能出声念吗 还唱得出来吗 我们平时 就要培养 默念的习惯 任何场合 任何时候 都可以默念 默默念 默默听 有人念佛时 喜欢闭起眼睛 在脑海中 想阿弥陀佛四个字 我们应该 把注意力 集中在听 应主说 念佛闭目 亦入昏尘 若不善用心 或有魔镜 但眼皮垂怜 即所谓 如佛像之目然 则心变成前 不浮动 亦不生投火 和目 亦是致病之本 以后 但不踏实 切勿和目 平常念佛 绝不可 过为太极 极则伤气 伤气 则或致震动 亦不可过慢 过慢 气接不住 亦致伤气 有人问我 大众念佛堂 播哪个符号好 我认为 播净空老法师 念佛的符号最好 这个符号 最设心 有快念 有慢念 绕佛 用慢念 大家跟随老法师的声音 一字一步 专注听老法师的符号 也可以跟着念 静坐 用快念 摄耳地听 念佛 没必要唱念 应主自己说 光 绝未学唱念 现在外面 有很多声调的符号 有的把阿弥陀佛 当成歌曲 唱得很动听 很抒情 但这个 与了生死 没有关系 因为它不是 真性切愿 念佛的关键 是摄心 不是动听 有些人喜欢热闹 一群人到处跑道场 打佛妻 办法会 大家在一起念 他能念 回到家 让他自己念 他念不下去 这个不是真念佛人 他的心静不下来 喜欢一群人 凑在一起 做场面行持 像小孩子 过家家一样 出了念佛堂 不会念 这样念佛 能不能往生 自己要多多想一想 真会念佛的人 他不单是 大众在一起 能念 自己独处的时候 也能念 真会念佛的人 他不单顺尽能念 逆境更能念 像祖师说的 平时没事 就雄心壮志 高谈阔论 念佛求生净土 一遇到不顺心的事 就把阿弥陀佛 抛到九霄云外 我们大多如此 禀 节语 古人云 三十年闻水声 不转一根 当正观音源通 憨山大师修行的时候 西上有独木桥 大师日日坐立其上 出则水声宛然 久之动念即闻 不动即不闻 一日坐桥上 忽然望生 则因生极燃 自此重想阶级 不复为饶矣 那一年大师三十岁 应光大师说 无人果能 具真性切愿 如子一亩 都是六根 敬念相继而念 即使以四字 反念念自信 观音 反文文自信 两重功夫 荣于一心 念如来万得鸿鸣 久而久之 则即众生夜时心 曾如来秘密账 所谓以果地觉 为阴地心 故得应该果海 果彻因缘也 大师这菩萨传的 念佛秘诀 简简单单 只八个字 都是六根 敬念相继 应光大师 把落实这八个字的方法 跟我们讲清楚了 人人可以做到 就两个关键 一个数 一个听 数 十句 十句数 听 钻钻住住听 不管数 还是听 都必须清清楚楚 立即公存 久久存存熟 若只偶尔念一句 两句 便欲见效 则是自欺欺人 或是数得不够清晰 或是听得不够清晰 不够专注 所以无济于事 按照祖师的教导去做 久了 就像师父上人所说的 只听见自己念佛的声音 外面任何的声音 都听不见 应该慢慢就能品尝到 念佛的乐趣 像印竹所说的 都是六根 敬念相继 反念念自信 信成无上道 其为乐也 莫能欲焉 念佛之乐 为真念佛者自知 海贤老和尚 历代念佛的 诸位大善之时 他们的佛号 为什么昼夜不间断 因为人家 早已尝到念佛的乐趣 欲罢不能 这份报告 供养初学的同修 作为参考 我们功夫还不得力的 都属于初学 功夫已经得力的 自然没必要 再去属佛号了 心理佛号不会断 技术 掐诸 这些都只是形式 印竹一生 极力提倡实念技术法 晚年却自述 经老矣 念佛不技术 以技术费力固 这显然是他老人家 念佛功夫 已经纯熟 这份报告 汇报的是 念佛的方法 最根本的 不能忘记 是真信切愿 想办法 让自己生死心切 想办法 让自己 艳离娑婆 心求极乐 真信切愿 才能生得起来 这是往生的决定因素 错误之处 恳请师父上人 及诸位善知识 批评指证 不令赐教 阿弥陀佛 不孝弟子 事自了 寇成